像我的這個一個朋友 我認識的是一個 以前我的同學她是女生 她已經受不了她的那個男朋友 她說你們男生為什麼上廁所 尿尿的時候不提蓋子的 尿到到處都是 這怎麼這麼噁心 那沒有辦法 我就說其實女生使用者付費 蓋子都是女生用比較多 你用起來 你用完你應該把它拉起來 當然這個是我是幫那個男生說話 其實男生把這個蓋子拉起來 這個是從小要被教的 可是很多人因為這樣分手對不對 他受不了 那不見得是為這個分手 但是這是一個引爆點 它可能是其他事情我受不了 但是我從這個地方做一個引爆 做一個引爆 所以兩個人住在一起才會發現 受得了 如果兩個人談戀愛 這個男生拿個牙筋 這樣挑牙齒 那女生說你好可愛喔 好英雄喔 像七俠五役裡面一樣 但是結了婚以後在一起 那個男生還拿牙筋 甚至拿一個筷子在那邊挑 那女生會受不了的 楊磊你之前這樣四段婚裡面 上廁所剃牙都沒有問題嗎 我啊 我有一個比較好的好處 就是我們從小家教也是很嚴格 看得出來 就是說你看剛剛說這個 生活規定 上小號的這個問題 假如說有一滴在外面 我的夫妻是掉起來打的 大部分都是我容忍別人 然後因為我在想 可能鄧醫師也會有發現到就是說 有時候大家離婚到最後 都是一個個性不合 其實我很早就發覺到 有這個問題就是說 其實個性是永遠不會合的 就是說我們男生 我們既然生來是男生 就是肩膀要夠硬 就是擔當比較多一點 大部分是包容 我覺得就是一直在包容 可是我覺得包容也是有個問題 就說假使說這個包容 一直沒有解決的時候 就會引發爆點 就說到最後分手起來 就說你都不化妝 然後回來就像鬼一樣 或者是上廁所內衣亂丟 或是怎麼樣 諸如此類這些都會 可能都會是 就是一個引爆點 對 都是引爆點 你以前的女朋友 有讓你也覺得 不能忍受的部分嗎 我有一段大概十年前是 她的生活起居很糟糕 我早上第一件事情要做什麼 就是要做家裡 一般家庭主婦該做的事情 因為就是我的上班時間 都是大概過中午之後 那早上就沒 早上的話她就是要去上班 那就是她的 回來的衣服就是 就丟帶 她脫衣服是很奇怪 我第一次看過妳這樣脫衣服 我記得 脫到哪 有這樣子 但是你看她脫褲子的時候 她是外 中 內 嘩 就在那邊 她不會像我們是 一件一件脫好 然後就丟到奇蹟 嘩 在那邊 早上起來就是 不要去做這樣 一個一個分開 分開完之後丟洗衣機 有這樣的啊 對 然後看到客廳的泡麵 就泡在那邊 吃完也就在那邊 早上起來就一定要收 因為我很難看到那種髒亂 就每天這樣 所以你就知道這樣好景 絕對不會長 你這樣撐多久 大概兩年多一點 那還不錯了 我實在太能忍了 我覺得我這是忍功一流 可是聽說人家忍你啊 因為有人不喜歡你不穿衣服 對啊 你這什麼毛是 深深赤裸嗎 就我回到家 我回到家第一件是洗澡 我洗完澡之後 我就是不想再穿衣服 就是 就晾乾 對 有沒有啦 就是還是要擦乾 然後我就會去做事 到電腦 然後去念譜子 或者是聽音樂 那這個過程 就沒有穿衣服嗎 我不會想穿 除非等一下有人要來上課 趕快再把衣服 內衣內褲把穿起來 其實我很不喜歡 因為我也是裸碎 就是我不想要 就這樣 所以你練歌的時候也是 裸練 真的不好意思 就是這樣子 所以楊磊演唱會的時候 脫光了唱得比較好 沒有人要看了 沒有人要看了 真是 OK 那你的當時的女朋友 應該也 他看到你的行為 搞不好就跟你看到你前女朋友 那種三件衣服一起脫掉的 對 我覺得他一直都不好意思講 他用什麼方法反應啊 他就說 等一下 譬如說 他都會常常說 等一下有人來 你趕快把衣服穿一下 我常常 在我腦海裡面 我還會聽到 你趕快把衣服穿一下 就是這樣子 趕快把衣服穿一下 所以你現在 要結婚的對象可以接受了 他可以接受 楊磊演講這個 我覺得是小事情 那種生活上 最重要的事情 是兩個人吵架會不會收口 很多人會計較 有的像我以前認識的女孩子 就從早練 中午練 晚上練 練什麼 睡睡 比如說你前天幹嘛幹嘛 那個事情怎麼樣怎麼樣 那個我們女孩子稱為 溝通 對 鄧醫師 我好喜歡你喔 你幫我們證明好不好 對 我先把這個講完 就是說一般的男人他是 當然以我來講 其他人我不知道 通常講一遍兩遍 我會去改 有時候會去撿 可是我們看不到啊 甚至吵架 我的歷任女朋友 絕對可以證明這件事情 就是說通常兩個人 在這個爭執的過程當中 其實有的時候 要怎麼樣收手 那是一個男人的智慧 我覺得是男人智慧 可是有些愚蠢的女人 當男人已經不講話了 那女人不曉得停 一直練 一直練 練到這個男人的時候 你不要再練了 我知道 這女生還要加一句 我不練你怎麼會知道 就像前天還有一件事情 這已經三件事情講完 前天還有一件事情 你想這個男生怎麼會收得了 他那種精神轟炸 那也就算了 你晚上回家 好 這男生 我去看電視 你不要吵我 或者我再打電腦 你先不要吵我等一下再說 那個男的一直凹到晚上 一點鐘了 那女生已經睡覺了 那男生偷偷的關燈睡覺 一躺 那女生爬起來 現在可以講了嗎 再開始講 再講一遍 那妳說這男的要不要瘋掉 對不對 妳不行 妳剛剛不是說要跟我講清楚 今天不講清楚 就到天亮 這個 妳抓狂耶 我不敢同居或結婚 這一事我覺得這確實不會發生 真的是 所以剛剛梁大哥說 這個才是真正的問題 因為我覺得如果人要 從居教友這個心理準備 去測試這一點 因為其實男女 傳統的男女 對於溝通的需求是不一樣的 就是以心理的發展來講 男性是以解決問題為導向 那女孩子從小的訓練 是以微細情感為導向 所以男孩子在爭吵的時候 他們希望給方法 所以如果太太抱怨 例如說 為什麼家裡這麼不整潔 為什麼妳都不跟我談心 那男孩子就說 好 那一個禮拜要禮拜幾談心 請下來 可是女孩子就會說 妳為什麼要這樣問我呢 難道妳不愛我 妳不愛我才會這樣 我又不是你們公司的祕書 對不對 對 就會這樣講嘛 然後男孩子就會說 那妳不是要跟我解決問題 妳如果要訴求聊天的時間 我給妳方法妳應該要 可是女孩子她在抱怨的時候 她沒有一定要妳提解決的方法 她只是要妳來說 真的嗎 我讓妳覺得沒有溝通嗎 妳怎麼會這樣覺得呢 小小啦 或者怎麼樣 可是男孩子不會講這樣話 對啊 這很討厭 可是這其實是兩性之間 很本質的差別 所以就其實同居的時候 常常會發現男孩子會想分開 就是都會經過那個階段說 我要是娶了這個女人 我一輩子不得安 她會開始厭煩 對 開始想到未來很可怕 然後女孩子是會覺得說 以前她以為是約會時間到了妳回家 所以不能得到她要的那些溝通 現在發現就算兩個人綁在一起 她還是得不到她要的 所以這個爭執期一定要過去 如果可以過去 妳的關係就可以成熟到夫妻 像結婚的時候 有時候男女吵架 會搬娘家 搬朋友 搬什麼 那同居的時候 都那麼單獨的只有兩個人在吵 還是也是家人都會進來 比較少一點 那男生會受不了 家裡 她是 你是男生住到你家來 那等於你們家人就看著她 對啊 都幫我觀察她 應該會有很多問題吧 譬如說 她很排斥一些中藥的味道 然後有時候媽媽就會求好心切 妳媽到底多想把妳嫁出去啊 就幫她補身體啊 然後她都會覺得那個味道她不喜歡 她會拒絕我媽媽 那我覺得 好像台灣人比較不會這樣子直接拒絕長輩 然後她生病的時候 我媽媽會希望她可以吃一些有營養的東西 她都說可樂就是我的藥 而且要喝冰的 對 所以我覺得 我媽媽的衝擊好像也比我多一些 但是她還是 她還是可以接受這個丈母娘就對了 她跟我媽媽相處得非常愉快 對 其實我覺得同居有時候沒適到的那一段是 家人 像如果家長她願意支持 像他們這樣子 媽媽幫忙照顧的 這個還很好 像我有個朋友 她就是 家人反對的 但是他們兩個又很相愛 那怎麼辦呢 只好同居 一直同居 同居了六七年以後呢 終於同居到 她媽媽算了 不再跟你去抗爭了 好吧 那你們真的這麼相愛 那結婚吧 結果 好死不死這個男生又外遇 所以最後婚也沒有結成 已經交往六七年了 準備要 雙方父母都抗爭這麼久了 但是呢 最後還是失守 妳講到一個關鍵的timing 六七年 對不對 對